市售的化学清洁剂有的不但会污染环境 甚至刺激皮肤引发过敏反应 因此比利时有两位女性创立了非政府组织Almasana 她们四处开班授图 专门教大家如何制作天然无毒的环保清洁剂和美妆用品 宣扬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布鲁塞尔的50周年纪念公园 6月初的夏季环保节聚集了许多绿色团体 在这里进行宣传 非政府组织Almasana的两位创始人 在展示车的简易工作平台 向路过的民众讲解如何制制简单的环保清洁剂 他们推广的环保居家清洁剂成分在一般商店就可以买得到 为了减少碳足迹原料多是向比利时供应商采购 这个成立了三年的无政府组织开设取名为自然最棒道府教学的DIY课程 给有心学习无毒清洁的民众参加 清洁用品的课程每人收费30欧元 美妆用品课程40欧元 像这堂碗盘清洁剂的课程 配方包括了碳酸氢钠小苏打粉精油以及黑肥皂 利用厨房搅拌器或是搅拌棒混合均匀之后 最后再加入几滴柑橘或是百里香精油 就可以倒入可回收环保容器里保存使用 记者王惠文这里报道